回到玉衡院,云下去如左针毡,她就担心墨云说出什么不合时宜的话来,将她再次陷入绝境。 王妃放宽心吧,以奴婢对王爷的了解,王爷若真有幸为难你,恐怕王妃早就没有这般完整了。 你家爷城府极深,你未必了解她的全部,她留着我呀,或许是另有所图。 诶,韩芝,你快去前院打探一下消息。 诺。 秦王府,墨云公子被元宝丢到了秦王的面前。 此刻的秦王,哪里还有一丝颓迷不振,虚弱不堪的模样,精神抖擞地站在墨云面前。 你居然国人,跑到大小国的帝都来做什么?说! 大小国不是允许商骨之间的货物流通吗? 小人慕名而来,想谋一桩生意做作,有问题吗? 什么生意? 保密。 你这小子,再不如实交代,信不信我抽了你的筋? 信,你家主子恶名在外,别说抽鸡,就是想吃我的肉,我也信。 南英北狐,你是怎么猜到的? 这又何难? 如今大夏与安国签订了和平共处的协议,他自然不能在这个关头为难墨浴,只是一闷心思地想着,如何替王妃与安国断个干净。 墨浴太子应该知道本王请你来的原因吧? 不就是为了你的小王妃吗? 哼,说吧,你想让他死还是活,本太子卖你这个人情。 本王要你从此以他断绝往来,心同没路。 好,其实我一直很欣赏你的才情,可惜,你我注定不能做把酒言换的兄弟。 我走了,保重。